跟这些凡夫面对面的时候 他是无所不知 不跟这些凡夫面对面的时候 他是无知 无知跟无所不知是一不是二 这个意思是 无知是什么呢 无知是隐 无所不知是隐 隐现不同 众生面对面是缘 没有缘的时候 他隐而不隐 遇到缘的时候 他就从隐写露出来了 写露出来 无所不知 他生智慧也不生烦恼 不起心不动念 生什么智慧呢 根本智 薄弱经上说的 薄弱无知 那是根本智 他不起心不动念 那是根本智 其作用是 有人来请教他 向他请教 他给别人讲解 那是无所不知 那是无所不知 薄弱无知 无所不知 那是无所不知 不跟这些 不跟这些凡夫面对面的时候 他是 无知 无知跟无所不知 是一不是二 这个意思 无知是什么呢 无知是隐 无所不知是邪 隐线不通 众生面对面 那是缘 没有缘的时候 他隐而不显 遇到缘的时候 他就从阴 邪露出来了 邪露出来 无所不知 无所不知 为什么 一切法 没有一法 是离开自信的 所以 见信之人 他就切入 这个境界了 学佛的终极目标 没有别的 就是将你明信见信 祝福如来 没有丝毫 基督心 没有丝毫 我障碍你的心 都是希望你赶快回归自信 我们大家 我们大家 所证得的 完全相同 在古佛的 在古佛的 正分上 没有一丝好增加 在初正如今界的人 他也没有一分缺少 不增不解纳 不生不灭 这都 他随身人 我们虽然没有正的 我们今天从 佛菩萨 圣教里面 听明白了 听懂了 那么就应当 学 佛菩萨 在一切境界当中 我们能够随顺 随顺 普贤菩萨教我们 恒顺众生 随喜功德 为什么要恒顺 为什么要随喜 知道一切法 无所有 毕竟空不可得 你这个随身是自然的 佛家的书语讲 法而如是 法本来就是这样的 自在随缘 自在从随缘当中看到 随缘从自在当中看到 那换一句话说 不能随缘的 他怎么也不自在 他烦恼 颤护他 真正自在的人 一点随缘 从这些地方可以能观察他 误入境界 全身差别 能看到他修正的功夫啊 阿妮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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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妮陀佛